再来就是我住在林口街 然后我是大人林人黎民 那我其实我首先还是要讲 我觉得里长 我觉得你不要歧视低收入户 假设我今天是低收入户的话 难道你的黎民服务就不错了吗 就是说我觉得基本上 大家以后不管怎么样 不管案子怎么走下去 大家以后还是要当邻居 所以我觉得尽量就是保持一个和平的态度 就是对我们这样理性的讨论应该是有帮助 那这是第一个 那再来就是刚刚听到就是 好像台上部长有讲说 那个公营住宅的这个规划里面 就是一房型的大概有900多户 那我是稍微上网看一下资料 就是现在台北市的渔屋最多的 就是这种小规模小套房型的 那其实大概都还有几万户空在那边 那就是市场上级 如果都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房屋供给量 那是不是还有必要就是做这类型的规划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再来前面刚刚也有提到那个 大大陆福德街那边的那个里面 就是有提到就是说 有600户有连属的有良心的里面 那我们说我们没有连属不代表我们没良心 我们反而是很有良心的想要劝告 就是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台北市的那个房价就已经 濒丽泡沫边缘 就不要说到时候虽然你想要都更 那到时候反而是被套牢 那这样就是原本你还有一个公园的环境在这边 那大家生活也都很便利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满 那就因为你反而都更之后你连环境都没有了 那这样就就是很可惜啦 那就是因为今天主要是我觉得还是说明不会的性质 那因为这次的变更好像比较多都是在那个社会福利设施用地 因为我只是有点好奇就是说 社会住宅是不是也是社会福利设施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理由方面特别是有提到说就是 因为过去这边是机关用地 所以它的兼幣率跟农积率有怎么样一个设定 可是现在明明如果不是机关 那这样比照是不是有道理呢 就是这部分麻烦就是可以说明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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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那个红色外套的 各位大家好 这边我要提出一个说明跟两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这边是有增加图书馆的 这个苏山家商的商业大楼 二楼以后将会成立一个无人图书馆 就是在这个福德街上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就说我们这边就是福德街 他现在正在整修当中 所以他即将增加一个新的图书馆 供这个夫妻居民使用 这是就我所知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我是本身是住在林口街八十项 然后我也是相当就是在意这个制造权的问题 以及周边的数目 因为我从小住在这边 我已经住在这边三十几年了 所以对我来讲说这边的树木 也许他们对这个专家学者来讲 它是非保护树木 它可能只是榕树是杂树 可是这些树木真的是比我的岁数还要久 所以他并不是说 因为它是很容易生长的树木 所以它就是非保护树木 然后它就可以随便处理 那我觉得像整个广池 还有这个附近的公园用地 真的已经成为我们周边居民的生活的一环 你看到非常多的这个 我们周边都是五 大部分都是五层楼左右的建筑物 可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社区 其实就是年长者是真的是蛮多的 因为对他们来讲 这是周边又有周校医院 然后又有一些信仰的中心 然后又有这样子一个他们可以活动的公园空间 所以对他们来讲 或者说对我们附近居民来讲 这些其实都是记忆的一环 你今天要把这个 还有我们生活的一环 今天要把这些东西真的是连根拔起 那我觉得考虑到 当然有些利益的考量 比如说都根什么的 这些我们 即使我们住在林口街八指巷 或是大人里 或是周边里民 也有可能会面对这样的情形 可是说真的101盖起来之后 遗震真的是变明显了 就是那个震动的感觉 真的是变明显了 在过去同样的震度 那台北市的这个震度 那个气象律爆出来 那可是跟现在的感觉是有差的 也许在那个官方的数字上是一样 可是我坐在这边我敢打包票 就是越来越明显 而且我们家的房子就是三十几年的老房子 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裂痕 那你说我们家有整修 对我们家是有整修过 但是一整修完一地震又是裂痕 所以刚才前面有一位先生提到说 这附近的地址 其实我是很担忧的 尤其是我们在山的旁边 第三点 因为我本身是松安家商的那个师长 所以我要提一点就是说 如果这附近成立设那个平宅 我真的非常担心 因为安康社区的潜力 那个很多平宅地区 他其实这个出入分子是相当的复杂 那附近就有松安家商 然后呢还有周边其实还有学校 再远一点 在范围再大一点有新亚国中 也许旁边就是福德界派出所 可以遏止这样的信息发生 可是三千多人进驻的状况之下 这附近的治安能不能够确保 这是我所担忧的一个问题 谢谢 谢谢 里长我们下一轮 还有那个 这个长官 这个长官 再一个大了 太多政策 那么多 那些人 那什么是这一消息的 长官 那各位乡亲 我是大道理理长 那我想说刚刚有个图书馆 图书馆的话 应该怎么来回归这件事情 就是说 他目前在松安商市 确实有设一个 呃 无人管理的一个 一个类似这种图书馆 对对对 那之前在那个 我就有王洪辉吧 在举办公议会的时候 曾经有说 在那个广州 在那个广州 开发案里面的话 将会再 再设置 一个图书馆 的一个范围 这是 而这件事情 曾经有跟 好龙民 开过会 好了 我们也确定这一点 那至于说 广州 国外院里面 是不是有 有个图书馆以后 至于说 松安商市 目前 到那个时候 松安商市 那个图书馆 设施是要 撤掉 或者继续存在 那时候再来讨论 好 那旧图书馆 我先做 我先做一个报告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其实 整个广州 整个广州 开发案 而言的话 我相信 大部分的居民 都是赞成的 那就像说 我们在讲 大普案的时候 事实上 赞成的人也很多 有没有意义的人呢 有 我只希望就是说 呃 呃 我们刚刚有谈到 日照圈 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 对 事实上就是说 呃 包括你量体部分的时候 事实上 真的要 帮 附近的居民 多站在了 人家的立场上 来考的这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个 我们那个 量体的部分 最后我倒要请 请教一下 课长部分 好 因为我在那个 呃 分析使用规则里面的话 并没有看到 社会 社会设施福利用地 它本身是 社会福利设施 使用 那 有 有一个叫 机关用地 这个没错 那所以说 嗯 我想说这一部分的话 课长 课长 能够的话 给我 给我一个 这部分法规的解释 那 目前的话 依照 我们社会 社会福利设施用地 这 为什么要比照 啊 为什么要比照 那个 机关用地 这部分 呃 我想课长是蛮专业的 了解我来讲什么 OK 好 所以说 回归 回归 回归过来 那我大概有三点报告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量体的部分的时候 因为公共盛事目前 来讲的话 真的是没有增加 包括95年评估的时候 到现在真的是没有增加 你们刚才讲道路 那我告诉你 瓦斯有没有 电力有没有 完全没有 那所以说 在那个时候 原用211 或者是225 事实上是合理的 那然后当然了 那我还是希望 一件事情就是说 那个 因为刚刚 课长似乎 已经有承诺过了 我不知道 是你说溜嘴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因为你刚刚有说 那个社会福利用地的部分 是比照第三种处外区 你刚刚有讲 这个就是说 假如说 就是 你刚刚又提到说 目前量体的时候 应该 应该是比照第三种处外区 真的是有 好 那回去 假如说 有露营部分的话 你这个要调出来 调出来 调出来看看 那我想说 呃 大概这样就是 在设备不足的情况之下 我会希望 第一个 绿带退出来 既然有高度 有量体增加嘛 之前的时候 呃 我 这一块的时候 曾经有承诺说 要退到二十米 假如这时候 你量体增加的时候 我也希望说 呃 就八十米 呃 就那个 领口就八二项部分的时候 可以退到二十米以上 要万一你量体 呃 量体高度的时候 比 现在的设计 比以前高度 更高的时候 我会希望退到二十米 对吧 这样有个好处 就是说 绿带就出来了嘛 哦 那个 那第二 那 那 那 高度的部分 我会希望说 比照以前我们的量体高度 不要再 真的不要再增加了 那我这里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大家同意 大家都很 很希望这个 这个 这个 能够快一点开发 是 但是有一件事情 跟我们都市更新 没有关系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说这里盖了二十五楼 你们隔壁要盖二十五楼 错 不可能这里用了四百 用了四百 用了四百 用了四百二十 你们那边就要 没有这回事 一样 好 所以说我基本上 我们这个开发 基本上是 跟将来的都市更新 跟各位的都市更新 都没有关系 这种有一些观念 必须厘清的 好 OK 那我想说 大致上就是说 第一个 绿带的部分 第二个 量体高度的部分 那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针对于 有一些人 持一个 相左的意见的话 我也会希望 政府部 在开发的部分 多多予以 考量 好 谢谢